灯泡的发明照亮了千家万户 但电灯消耗的电能只有不到10%被转化成了光能 而90%以上的电能都以热能的形式给浪费掉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爱迪生解决了灯泡照明的问题 谁能把灯泡只发光不发热的问题给解决一下呢 每当人类没有这么出类拔萃的选手时 人们就会把目光投向大自然了 果然萤火虫的出现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萤火虫的腹部末端每天都点着灯 它怎么就没有把自己的屁屁给点着呢 于是科学家就开始在萤火虫身上寻找答案了 原来同样是光 但萤火虫和灯泡的光源并不相同 萤火虫的发光器位于腹部 发光器由发光细胞、反射层细胞、神经与表皮等构成 其中发光细胞里面有充满灵的荧光素和荧光素酶 荧光素能够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消耗ATP 并与氧气发生反应形成氧化荧光素 当氧化荧光素回到基态时就会释放出光子 从而发出一闪一闪的亮光了 萤火虫发出的光并不会产生热量 因此又被称之为冷光 它的发光效率极高 几乎能够把所有的能量都转化为可见光 是现代电发光效率的几倍 甚至是几十倍 其实在生命的进化石当中 很多生物都是可以发光的 除了萤火虫 还有生活在深海当中的一些鱼虾水母 它们有的是为了吸引异性 有的是为了引诱猎物 有的则是为了躲避天敌 除了动物 很多植物也会发光 比如一些会发光的树花或者是小蘑菇 萤火虫的发光原理就给原理带来启发 如果咱们能够制造出人工冷光 岂不能够大大提升资源利用率了吗 1938年 美国人伊曼就在一根玻璃管内壁 涂上了荧光粉 往里面冲进细胞的亚和微量的水影蒸气 玻璃管的两端各装一个灯丝做电击 当这个玻璃管被通上电后 水影蒸气放电 两个灯丝之间的气体在导电时产生紫外线 紫外线照着管内壁的荧光粉 发出可见光 伊曼于是成功研发出了 能够发出冷光源的荧光灯了 因为这种光的成分和日光很相似 荧光灯也因此被称为日光灯 冷光除了节能 还柔和不自言 能够在照明时缓解眼部的疲劳 伊曼研发的荧光灯 由美国通用公司推向了市场 人类的照明史在1938年 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 随着科学的发展 人类对萤火虫的研究 已不再局限于它的发光原理了 科学家发现 萤火虫体内的荧光素酶 氧化荧光素产生光子 如果将荧光素酶标记在癌症基因上 就可以被用来分析癌细胞 进而监测肿瘤的生长 基于这一设想 科学家就克隆出了荧光素酶基因 并将它转移到小鼠的体内 荧光酶基因成功地 对小鼠体内的前列腺癌基因 进行了标记表达 这个实验未来有望 被用作监测早期的癌症 科学家还将荧光素酶基因 转移到植物的体内 用来监测农作物 受到洪涝灾害的危害了 在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荧光素酶基因 以其易检测敏感 以及对人体无毒等优点 在基因工程当中 被越来越多的 使用于基因检测了 小小的萤火虫 竟然有这么大的作用 它启发人类发明了荧光灯 那么在早些时候 是谁发明了灯泡呢 你一定会说 这还不简单吗 我小时候就知道 灯泡是爱迪生发明的 错了 这里告诉你一个冷知识 灯泡其实并不是爱迪生发明的 真正发明灯泡的人 由于没钱申请专利 从而错失了一个 名垂千古的机会 怎么样 这个故事版本 是不是和广为流传的不太一样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再去重新了解一下 灯泡的那些发明史